东牛县搭船处一早就涌入人潮 从售票处满到了外头 全都是要去小琉球的 尽头来到了小琉球 当地知名早餐店常常的排队 人龙排到快中午都没断过 海边也都是细水客 虽然小犬台风重创恒春半岛 不过小琉球影响不算大 因此这个国庆天假 岛上的民宿几乎都满房 满房的比率其实不高 后面也慢慢的补上 其实这两个廉价 我们都是有满房的状态 光是廉价第一天10月7号 就有12000人刺登岛 只是人一多乱象也跟着出现 凉亭内有人扎营 这就在花瓶岩上方的凉亭 回到现场只剩一顶帐篷 除了扎营还以检疫卡式瓦斯鲁主食 前方就是蓝天大海 堪称海景第一排 然而这明明不是露营区 当地居民觉得很不OK 在工人短暂休息的区域搭帐篷过夜 虽然相当歉意又省钱 但却是不被允许的行为 捧款处第一时间派员到场 劝离后续也将研议要设立告示牌标士 禁止占用公有地 不过当地的观光发展协会表示 小琉球应该也要有露营区 希望相关单位可以尽快核定 让游客来小琉球能有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华氏新闻秋军品种浩北评讨报导 哈喽我是主播王运竹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随时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